经过八天临时闭馆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将于5月14日恢复向公众开放 纪念馆里的摩西会堂则将在半年的修复改造后 于年底前恢复开放 闭馆期间仍有一些游客 因没看到闭馆公知而赶来参观 有些还是从海外远道而来 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组备父辈避难上海的生活机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纪念馆也为他们打开方便之门 允许他们尽管参观 阿莫斯杰哈夫妇来自以色列 近日来上海参加国际医学会议 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个纪念馆 临时调整行程赶来参观 70多年前的这张签证 让杰哈的叔叔逃脱纳粹魔掌 从奥地利来到上海地带 所以什么是写在这里 是中国人吗 是中国人 这位是监督徒秀秀 哦 那是他的名字 我认识 所以他给了所有监督徒 二战期间 约两万名欧洲犹太人 避难上海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多年来致力于 相关史料的征集 以及这段历史的传承 和传播工作 我们要寻找到 我们名单墙的 这两万名犹太难民的后裔 他们当中肯定会有很多人 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 会对中国产生特殊的感情 会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会对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做出挑战的东西 这是我们现在要进行 这个工作的意义所在 我可以告诉你 从我的心里 我们 妻子和我 都很感激烈 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刻 当他们被逮捕 不仅仅在英国 也在全世界 看到一个地方 能够他们继续 继续继续继续续继续继续 非常有趣 非常特别 非常有趣 并不羨奋 非常奇怪 在这段时间的时刻 我认为我们要知道 中国人和中国人 可以帮助义弗洛迪勒人 我将会不会忘记 我将会忘记 此前一天 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凯伦米勒教授 也带着女儿访问了纪念馆 她告诉我 她的一个朋友 是世界最著名的 就是生物医学的教父级的人物 就是说要学这个领域的那个学生 都是必读她的书 这个人也是一个人的同学 闭馆期间 摩西会堂的修缮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 从5月14日开始 纪念馆的展馆和名单墙广场 将对公众开放